这次来到我们湿地公园的是白匹路 大概有100多只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趋优质 南京长江 新极洲国家湿地公园为60种冬候鸟 提供重要的栖息地和跃动地 还为水质棉浮等 112种夏侯鸟和牛鸟 提供重要的繁殖地 而由沙洲和河滩 逐渐生成的洲滩湿地 作为众多的千溪水情 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来源 和适宜的栖息场所 可以说已经成为珍稀水情类的度假圣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